綠學的新髮型喔 我染了髮色了 這是我覺得超級夢幻的粉 我覺得有點像玫瑰金 然後又帶一點像莓果的顏色 然後他說會慢慢的再退一點點 大概是幾天後我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超喜歡這個髮色 這應該是我染過髮 然後現在最喜歡的一個是髮色 現在髮色看起來變很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瑞璇 今天呢我要嘗試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漂髮 看起來都很想嘗試 但是因為之前要拍戲的時候 就只能用保守我的髮色 我的流程呢是先染金髮 然後不用換一些髮色後再剪短 然後再染黑 是不是一個完整的計畫呢 嗯 好 後面是爸爸 後面是爸爸 微笑的在開車 哈哈哈哈 聽說漂髮的時候頭皮會很痛 不知道會怎麼樣 待會去的店家 他的品質非常好 我上網看評價也很好 我剛剛有跟店家說我會拍攝這支YouTube影片 因為我覺得太值得紀念了 就是從來沒有漂過頭髮 所以是成是敗 就是大家都可以一直看得到 待會他會先幫我拆掉我的髮片 然後我在漂髮 漂完後在街上他們有一個什麼很新型的接髮 叫做H型接髮 聽說是可以直接接在最表層的 頭髮很細就比較容易塌掉 或是你在做造型 不是綁馬尾的時候 我希望看起來髮量更多 所以我覺得接在半頂 現在已經到了髮廊了 然後幫我弄髮髮的老師 剛剛都樂視 等一下請他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現在到這個髮廊 超漂亮的 可是他有一種 很田園風嗎 就是他這邊有很多乾燥嗎 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要幫我弄頭髮的 嗨,是樂視 然後我們今天第一個步驟 先幫瑞雪比一下頭髮的長度 好 OK 那今天是要做蒸後就好嗎 對不對 對,蒸後就好 蒸後就好 好,OK 那我們就選剛剛頭髮差不多長的尺寸 就OK 我們現在要拆掉我之前的接髮 你長得好像韓國人喔 有人這樣講嗎 韓國吧 我其實是原住民 你是原住民 對 講得沒人信 而且你皮膚很白 我現在已經把 接髮都拆掉了 然後現在要做染前的頭皮疙瘩嗎 對 因為漂頭髮 我聽別人說會有灼熱感 是嗎 灼熱其實還好 可是如果你說 可能會稍微有點刺痛 刺痛 噢,就是刺刺的這樣 對對 好緊張 我因為跟你們分享我的真實感受的 假如我很痛我就大叫 我會讓你不痛的 好 幫我多做一點隔離 好,有美女幫我弄真幸福 有點涼涼的喔 有有,有感受的 好,現在要做的是一個最清醒的接髮 然後是只有這邊材料的 那我們請六十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團隊 研發出來的一個 比較特別一點的接髮款式 那它 我們這邊可以做到零接點 就是它接在頭上會看不到接點 比較常看到的就是貼片類的 然後 然後 它會 可能會比較黏黏的 會比較多客人不喜歡 對 所以現在的產品都會一直不斷研發出現 對 然後貼片其實它還是有點在 貼片它有一個包覆性的功能 那我們這一款新的接髮有 延續它的功能 有把它傳承下來 所以說 我們這一款H接髮呢 它也有包覆性 然後它可以做到看不到接點 而且它沒有膠 對 那今天就是幫瑞璇我們 就是做這款接髮 它這個髮術 你可以幫我弄一個嗎 好啊 我之前弄的是 它會留一小段 然後這邊是接點 然後再把它夾在頭髮上 可是它這個是完全真的沒有接點耶 超厲害的 所以我們就是把真的頭髮 然後放進去 然後再把它竖起來 對 可以怎麼說 你這個是號稱可以是直接接在表層對不對 當然我們不會直接真的做在最表面 還是會留一點點 但是它可以非常接近表層 而且你這邊的頭髮髮質超好耶 對 這都是優選的處女髮 對 那平常剪下來 人剪下來的一把那個辮子 它大概只能大概5%左右 然後做成我們這個頭髮 還好 因為我覺得它的髮質已經比我現在好很多 對 真的很厲害耶 精挑細選 對 我好開心可以用到這麼好的頭髮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調頭髮了 調頭髮之後有什麼需要照顧的嗎 那洗髮精要調補色的 針對 針對你染的顏色做選擇 因為有些洗髮精是有顏色的 對 那漂頭髮的話 就是我們頭皮隔離要做好了 對 因為漂肌它會比較刺激一點點 嗯嗯嗯 對 我看很多人說漂頭髮的時候 頭皮很痛什麼什麼的 對 就是前一天要睡房 你又覺得我們的椅子還蠻舒服的 很舒服耶 超舒服的 這個蠻像沙發的椅子 真的也跟別的髮廊都不一樣耶 對 然後怎麼 好像那種霸氣總裁的作品 霸氣女總裁 對 4 2 2 1 2 5 我的頭髮已經開始在變色了 然後目前 我沒有感受到我頭皮的不適感 因為還沒塗到頭皮他 對還沒塗到頭皮 頭髮已經變得超白了 已經可以白色 現在頭髮的髮色越來越淺了 我以後就想挑戰這個髮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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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挑完然後沖掉 然後現在為什麼後面會變竹竹的啊 對小卡神 會把它再矯正一下 好 現在頭頂變成是一個小芋頭 是一個芋頭色 耶我現在染完了 是一個小仙女的夢幻髮色 它現在是有點偏灰 然後帶一點點的小紫色 好 我現在呢 要來增髮量了 我的長度沒有改變 但是因為我喜歡綁頭髮的時候 看起來髮量比較厚 所以還是要幫我接那個 最新型的H接髮 哈囉大家好 其實上次錄影已經是 快要一個月以前的事情了 然後我頭皮都已經長出黑色了 但是呢我今天要來換髮色 因為原本其實上次 沒有染到我想要的顏色 是因為我自己的問題 我自己有點挑錯色 然後覺得太白 可是我過了幾天後 它越洗就會退色 我上面有壓一點 是灰色嗎 對 然後那個灰色就退掉後 然後變成我現在很喜歡這個顏色 但是因為我的布丁頭長出來了 我就想說 順便來換個髮色 然後我最近就有看到 我很喜歡的 黑色 有點偏玫瑰金服的顏色 我又想要染這個顏色 我就馬上來染頭髮了 然後現在老師正在調顏色 哇 好棒喔 就一下就過了快一個月了 對啊 都是我的問題 不會喔 是我的錯 我們的時間都很難約 真的 太難對的喔 所以大家要來約的話要提到 其實上次我們已經幫瑞雪都接好頭髮了 那只是因為有點突發狀況 所以我們延到了這一次 我們順便幫他補個色 然後他今天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快一個月的接髮的新的 所以會更真實的呈現給大家 真的喔 對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反正我最近就是有很多拍照的工作 然後我原本以為接髮他們會有點難處理 結果他們說什麼綁馬尾什麼 接點都不會露出來 很厲害 而且那個髮型師還問我說 欸你接髮的地方在哪裡 我還推薦他 接髮在誰 我覺得超強 就是那邊髮型師就是詢問的接髮 真的很厲害 而且平常綁馬尾 你可以看我IG的照片 其實都露不出來接點 而且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耶 很厲害 那我們先謝謝大家的髮型師 現在我染的顏色 是 這個是玫瑰巾 是塗在頭髮上久了 有點偏紫色 然後我的美甲也是 莓果色式的 好可愛喔 所以我現在呈現了一個 非常棒的搭配 我的眼妝 我的髮色 跟我的手指甲 研發後 耶 我染完髮色了 這是我覺得 超級夢幻的粉 我覺得 有點像玫瑰巾 然後又帶一點 像莓果的顏色 然後他說會 慢慢的再退一點點 大概洗幾天後 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我現在超喜歡這個髮色 這應該是我染髮髮 染到現在最喜歡的一個 是髮色了 而且髮質看起來變很好 上次接髮 已經快 嗯 一個月了 然後我這幾天的感受 就是 從一開始會覺得 接點有點緊 然後大概到一個禮拜 可以試一步 然後我最喜歡的 就是它的接點 非常的隱晰 就是我這樣撥 就是看不太到接點 而且你在染頭髮的時候 也不需要 就是先把髮片拆掉什麼 它就直接在上面染 所以 時間上也 非常的方便 非常喜歡這裡 大家一定要來找 樂士老師 然後你看 我剛剛點了一個飲料 也是幾個細節 我都吃得好 我覺得超 超級不幸福的 好 那我們一定要來這裡找 樂士老師 接髮 超棒的接髮 我現在都一直回來這邊 那我們 下次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 五孩系的老師 我真的很像韓國人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唷